接下來我們延續上個禮拜的練習 其實上個禮拜練習就是把我們的需求敘述給他 我好像記得說我們是請幫我撰寫E-Sale公式 然後用REPT加LEA函數 做什麼呢? 就幫我串接09,然後再串F4的11 然後再G4,然後加一個減的 反正後面其實你可以給他一個例如 他會比較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不給他一個例如 他會搞混,會容易出錯 那如果假設今天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後面好像還有再重新給他另外一個敘述 就是不指定說用REPT跟LEA函數 OK 然後如果假設我希望把上個禮拜一樣的事情 只是把它變更成什麼? 不是E-Sale公式 而是一段BBA的方選程式的話 那我應該如何敘述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一段複製一下 我記得好像這個其實可以不用指定 你可以把你之前的問題 因為之前是問那個請他幫我產生公式 可是今天不是公式嘛 你可以把它貼上 然後呢 修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產生的並不是一個E-Sale公式 而是一個BBA的方選程式 所以你的需求不同 所以請你改這個地方 我不是要E-Sale公式喔 所以你可以把E-Sale公式 delete 掉 改成BBA 當然你可以直接打VBA程式 他其實就懂了 可是跟各位講喔 VBA程式他可能會不知道說你是哪一種 因為VBA程式有兩種 理論上喔 一種就是Function 一種就是Sub 至於有什麼差別喔 我們等一下 實際上各位應該就知道 所以後面可以補一下 他如果不知道哪一種的話 你可以給他VBA的Function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我習慣的是VBA的 哪一類型呢 你跟他講說我要Function OK 這樣的話呢 他就知道你是要Function 你不是要Sub 當然後面我們會跟你寫Sub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問你說 到底VBA的形態有幾種 你就主要有兩種 哪兩種 一種是Function 一種是Sub OK 所以你如果概念的話 那以後不外乎就是寫Function 不外乎就是寫Sub 大概這兩種 那我們先讓他產生第一種 就是這個Function程式 另外呢 這一段敘述 我記得好像我也有把它 貼到我的雲端上面吧 有沒有 這一段 其實就是這一邊 Q後面這個啦 OK 所以如果你現在找不到 你可以拿我雲端上面的來參考 那不見得一定要寫的跟我一樣 因為你的敘述 我是覺得你可以再 用你自己習慣的敘述方法 只要 TRAGP能夠理解的話 其實都可以啦 OK 其實他沒有所謂的一定要怎麼敘述 但是關鍵是就是這個VBA的方卷程式 那後面呢 一樣啦 不要用不指定哪一些函數 反正就是幫我做這一件事情 就串接09 然後F4 然後等等的 反正這敘述一樣 我就不更改 所以只有改一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VBA的方卷程式 好 直接送出給他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開始喔 幫你想辦法說 怎麼去做完這件事 當然他做的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從他的 反饋的開頭敘述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到的敘述 這個是符合你要的回應的話 那表示底下的程式應該不會有錯 可是如果他給你的回應 感覺怪怪的 他回答好像不太懂我的意思 那表示說底下的程式 也有可能會寫錯 那我們不管喔 反正他已經給我一個方卷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就已經寫出來了 我以往那支一寫的很麻煩 可是現在就幫你寫好了 OK 就這一段喔 那記得喔 反正方卷它的結構 大概不外乎就幾個重點 一定是方卷開頭 一定是end function結尾 一定有頭 一定有尾 這個結構一定要完整 你不能有頭沒尾 不行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後面這個就是它的方卷的名稱 喔 不過他之前都會給英文的名稱耶 可是今天好像又給中文名稱 反正它這個 而且你們產生的也不見得一樣 但是結果一樣就對了 那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能夠幫我寫一個方卷 那後面有個刮符對不對 刮符後面其實就是傳參數的地方 所以它會給三個參數嘛 我以… …